我敢打赌,99%的网友没有看过这部菲律宾电影 由于不方便解读的画面太多,导致能解说的剧情十分有限 男人的攻势越发猛烈,女人却玩起欲情故纵 看到男人终于肯加钱,女人这才心满意足 然而不巧的是,这一幕被男友禁手掩地 布吉是位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却偏偏爱上了一个按摩女郎 无论外貌还是性格,莫妮卡似乎都无可挑剔 布吉和她认识不久后就坠入了爱河,然而还在教堂里私定终身 虽然布吉知道莫妮卡的工作,但天真的她真的以为那只是按摩 直到自己亲眼所见,布吉第一次尝到了背叛的滋味 忍不住落下泪来,会想起两人曾经的甜蜜瞬间 布吉心头的怒火不断膨胀 当她看到莫妮卡和垃圾肩并肩走出公寓,她终于按耐不住 布吉捡起一块石头,朝垃圾头部狠狠砸下去 莫妮卡见识不妙上前劝阻,可此时的布吉已经彻底杀红了眼 甚至差点打伤莫妮卡 回到家后,母亲看到儿子手中的鲜血连忙追问 此时的布吉也终于恢复理智,心里一阵阵后怕 如今拉吉生死未卜,万一真闹出人命 恐怕布吉的一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眼下唯一能救他的,只有身为警察局长的舅舅 在听完事情经过后,马龙决定先把外甥藏在小弟家里 看看风生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此时的拉吉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虽然小命保住了,但依然昏迷不醒 在警方的威逼利诱之下 莫妮卡最终供出了布吉 得知真相后,拉吉的父亲派出手下 找到莫妮卡逼问布吉所在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人竟然是局长的亲外甥 面对拉吉的家族势力,马龙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办法 他让布吉去劝说莫妮卡,让他撤回自己的口供 这样一来,警方就会撤案 如果拉吉家再找麻烦,他就能反客为主 当天夜里,舅舅送母亲回家,正好遇到蹲守在门外的杀手 马龙当即发飙,拔出手枪指向杀手的脑袋 好在对方实相乖乖撤退,这才避免了血剑当场 不过这次的事也给马龙敲响了警钟,他必须加快行动了 如今的菲律宾电影越来越放肆了 尺度已经远远将日韩电影甩在身后 因此导致解说的画面十分有限 布吉的母亲再次找到马龙 法院已经签发了针对布吉的逮捕令,罪名是谋杀未遂 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儿子恐怕将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布吉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于是冒着巨大风险,主动找到莫妮卡 希望他能够撤回供词 为了讨女友欢心,布吉还特意买来鲜花 然而就在最关键时刻,他却说了最不该说的话 就这样,一场胜券在握的谈判被搞砸了 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求助舅舅 其实马龙早就预料到他摆不平 于是做好了两手准备 命令小弟潜伏在医院,司机对拉吉下手 一方面可以免除后患 另外还能对莫妮卡起到威慑 可惜的是,拉吉的家人一直陪在他身边 甚至还在病房里开谈做法 祈求神明保佑 这样一来,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下手 无奈之下,马龙只好亲自出马 对于一位黑白通吃的局长来说 搞定一个按摩女简直一如反掌 趁着按摩的时候 她拿出手枪对准了莫妮卡 果然,马龙的恐吓起到了作用 莫妮卡当晚就给布吉打去电话 说愿意撤销供词 并且哭诉了自己当晚的遭遇 布吉心中男性的自尊心再次被唤醒 他竟然天真地认为 一个穿着超短裙的按摩女郎 会为他守身如玉 当他出现在马龙家门口 试图要找舅舅理论时 马龙的鼻子都快被气歪了 要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 他早就把这个傻到骨子里的情种 当场击毙了 好在布吉还没有傻到六亲不认 伤心欲绝的他 默默坐在花园里 欣赏着手机里保存的爱人的照片 就在这时 莫妮卡再次打来电话 说希望和他重归于好 布吉就像是一条捡到肉骨头的狗 二话不说就来到了莫妮卡身边 紧紧握着他的手 眼神中充满希望 莫妮卡则趁势再次甩出重磅炸弹 说自己怀上了布吉的孩子 仅凭着一个点头 布吉就毫不怀疑地相信了他 当天晚上 布吉满心欢喜地给舅舅打去电话 告诉他莫妮卡已经答应撤回公司 还说自己就要当爹了 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噩耗 菲律宾电影尺度有多大 恐怕日韩电影都追赶不上 按摩女郎为了三万块钱 答应了富二代的要求 没想到却导致自己即将殒命 杀手用枪指着女人的头 门外却忽然传来一阵呼叫 随着一声枪响 莫妮卡倒在血泼之中 布吉在和舅舅通完电话之后 飞一班朝回跑 可惜他还是晚了一步 看着女友倒在面前 布吉体内的雄性荷尔蒙急速飙升 和比自己大一圈的杀手扭打在一起 没想到布吉竟将她一枪反杀 布吉抱着女友的身体不断呼唤 然而莫妮卡却再也没有醒来 就在布吉伤心欲绝之际 没想到却被人从后面一拳打晕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拉吉的家臣其实一直埋伏在附近 就等着这条大鱼乖乖上钩 他们把布吉带到一处偏僻的厂房 在他身上用尽各种酷刑 拉吉的父亲看着传来的视频 欣慰不已 自己总算为儿子报仇了 但另一边 布吉的父母却已经彻底崩溃 几个小时后 一辆面包车驶过布吉家门口 把他已经放干的身体扔在了路边 母亲的嘶吼传遍了整个街区 也传到了马龙的耳朵里 是时候放下一些包袱大弹一场了 几天后 拉吉终于苏醒过来 为了能让儿子尽快恢复 父亲决定把他接回家好好照料 路上他还让儿子向自己保证 以后绝对不能再乱搞 可他没想到 即便是儿子还想乱搞 也再不会有机会了 当车子拐进一条小巷 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后面迅速接近 车门一开 几个手持冲锋枪的蒙面人迅速跳下 对着拉吉的车子疯狂扫射 短短几秒钟 车子已经被打成马蜂窝 而拉吉一家人也全部命丧黄泉 蒙面人拉上车门迅速撤离 看似一场黑帮火拼 背后却是马龙的精心策划 就这样 一场由按摩女引起的情乱 因两个家庭的破碎收场 或许不及永远不会知道 莫妮卡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而拉吉一家也不会知道 自己到底是死在了谁的手上 午夜的霓虹灯下 从来不乏美艳的妖精 而沉浸在美貌与谎言中的男人 也绝不止一个 只希望下一个被炮尸接头的 不会是你